为什么你跳舞的时候会显得你手短脚短 好那么我们分开来说 首先先说手 你会发现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我们的路线其实走的是一个圆 看到了吗 如果你遵循了这个路线的话 那你的手就绝对不会短 如果你没有遵循这个路线 其实很多同学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的手下来 好我没有走圆 我是从这里出去的 那你看我的整个路线是不是就缩短了 那你的手看起来能长吗 第二点呢就是 比如我的一个造型摆出了之后 如果你是定在这里不动的 你没有一个延伸感的话 那么依然你的手也会看起来很短 第三点呢就是你的发力点 很多同学在做我手上动作的时候 他会用手腕去发力 我的手上去了 手腕发力 那就会显得我的手又直又短 那么如果我用指根发力 用指根发力 我的整个手是一个圆弧形 圆弧形就会让你的整个手看起来非常的长 再说我们的腿 为什么我们做动作的时候会显得腿很短呢 第一点就是你没有甭脚背 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勾脚和甭脚肯定是 加上你的脚趾尖会让你的腿显得更长一些 第二点呢就是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方位的问题 我的一个盘腿的动作 脚往前放和往正旁 以及往斜旁放给人的一个视觉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就跟我们的拍照是一样的 当你在拍照的时候 你会习惯性的把脚往照相机的斜下方放 因为这样会显得你腿很长 同理运用到我们的舞蹈中 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的腿甭脚了 但是依然很短 那你就要看看是不是你的方位做错了 那你就会把脚往照相机说